建立新中国联邦主要靠战友 而且我们新中国联邦一定会在中共国 也就是中国的所谓的980万平方公里之外 我们也建立一个新中国联邦的基地 一定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 主要靠我们的战友 这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战友走到前线呢 整个是这些面对所有的挑战 就是让战友们的锻炼 来了解这个世界 找到自己自信 然后面对各种突发事件有应对的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 共产党训练的中国人 已经把中国人训练成了 就是不出动的老鼠 见不得阳光 见不得人 都是口报党 老鼠扛枪窝里横 你要变成你是一个人 你能走向社会 你能面对阳光 面临黑夜 面临挑战 还能找到自我 这就新中国联邦 未来建设新中国联邦 七哥主要是说 在海外 能找到一个像卡塔尔啊 新加坡这样的一块地方 有主权的属于战友的 第二 给大家建立一个金融系统 让大家绝对不用担心钱 像卡塔尔找到了石油 找到了天然气 新加坡 找到了一个叫贸易 就是什么 就是给大家做中转战的 然后搞金融城市 包括卢森堡瑞士 七哥会找一个地方 就比他们还牛 我们要有能源 然后我们发展我们的数字货币 等着全球的数字货币 包括比特币都消失了 只会剩下洗联储的洗币 还有躺平币